娱乐中心综合报导周寻被网友封为男半球女 图翻社脸书网红兼直播主周寻 Danker身材傲人 过去因一张仙衣照 被网友封为男半球女王 昨七日他 厕所时 经见马桶里都是血 吓得以为出现血尿状 但沉思了一会儿后 才想起我是每个月身体会出血的物种 其实就只是月经来了 周寻七日晚 在脸书发文指出 在上厕所的时候发现马桶里都是血 一瞬间脑袋浮现血尿 之后他坐在坐在 桶上沉思 除了想着是否该去命药科外 也努力 想前一天是不是吃了火龙果 周寻自报 昨天上 锁马桶都是血 吓得 他以为是血尿 图翻社脸书 推想各种可能 却始终找不到答案后 周寻突然 然大悟 大呼哦 我是每个月身体都会出血的物 差点忘了呢 更自嘲怎么可以这么天兵 而且总得发生过一样的事情 同时附上美照 大秀事业 Po文一出 有网友新有七七表示 擦屁股的时候发 上面有血真的会吓一下 思考五秒才会想起来硬 是生理期 其他网友也笑说 这样很好耶 表示没 惊痛 以为炫耀代表没有惊痛 看来身体非常健 啊 每个月都流几天血又能存活的生物 真的很怕 啊